雷靜那邊我也不想管 我先等我傷好了以後 馬上就跟你澄清 我先 誰讓你強撐著過來的 我看不到你 我心裡不踏實嗎 再說了 你又不是第一次 見到我受傷時候的樣子 以前是以前 現在是現在 我問你啊 你當時是怎麼知道 那肩上是有毒沒毒的 從小跟軍醫學的 因為我爹 在寧邊軍做督訓檢時 每一次帶軍出征回來 都是我跟我娘幫忙的 你學得真好 你知道嗎 大夫跟我說 如果不是你的 計時救治的話 可能我這條小命 都保不住了 我自然要 拼盡全力了 我看你的 憲憲的 以後別再哭了好嗎 哭得眼睛都腫了 就不好看了 反正现在毛腰案也破了 我答应你 我以后会好好 不会让你那么担心了 还有啊 我找了一些 准备要转卖的酒楼名单 我下次会让陈连送过来给你 你可以一下一下地去问 嗯 还有啊 我现在真的等不及了 雷静那边我也不想管 我现在等我伤好了以后 马上就跟你澄清 我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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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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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着了 那一会儿等头儿醒了 我还得带头儿回黄城寺呢 我能一起去吗 不行 只会冒腰案的事情监测过多 回房以外 累死共都不让头儿回私宅了 只能在黄城寺的南亚 开辟离间警示休养 不过潘儿先生 这你要照顾头儿 以后有一辈子时间呢 那就交给你了啊 您放心 怎么了 没事 这几天我会在这里和小院 都安排几个安卫 要是查方生意不好 就索性多休息两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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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身份都争不上 再娶一个闲散宗室的女儿 我看她 是打算要一辈子喝西北风了 父亲 上次您二儿子去陕西路查的东西 已经有眉目了 哦 隐章去了沈家 那怎么行 你现在先别去 忽然去了不太合适 而且隐章这会儿应该也不想见我们 她的信在哪儿 嗯 这里 信上就这一行字 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她的衣服行李都没有拿 沈家的下人说 沈如卓把她当个宝贝 对 所有的东西 置办的都是全新的 就连服侍她的养娘都有四个呢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 让她去吧 昨天晚上 我一直在为千帆的事情担心 她却过来跟我说 想请千帆 去赴宴还情 我律师没忍住 就说了句刺耳的话 原来是这样 原来只以为是半醉 真是没想到 算了 算了 有来时就有忠实 她自己选的路 她自己走下去吧 隐章现在呢 是明满京城 沈如卓也是朝廷命官 应该会好好珍惜她的 对了 顾千帆到底出什么事了 能跟我说吗 千帆她受了重伤吗 千帆她受了重伤吗 但是 好在没有性命之用 只是对不住大家了 这些天 茶坊可能还是要休息 这有什么对不住的 冒险案这么大的事 还是小心点为好 咱们能在东京开茶坊 顾千帆没少处理 既然占了好处 坏处也得受着 不过茶坊 不用停业的 反正这几日也买不着冰 隐章也不会去茶坊谈琵琶 我们索性啊 就早上开店 一来凉快 二来呢 对老柯也有个交代 也行 我正好还可以去 其他几间酒楼看看 对了 我还想郑重地问一下你们 要把茶坊转手 改做酒楼 你们真的愿意 愿意 那我们就试试 重新打一片天地出来 换个新花样试试 好 好